動畫電影廢棄之城 不只拿下金馬獎 也獲得第三十八屆 芝加哥國際兒童電影節最佳動畫手獎 幸福路 幸福路上 也在國際影展多次放映 臺灣的動畫特效 近幾年技術越來越成熟 也在影視作品 遊戲產業上持續發展 為了扶持臺灣的動畫產業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在文化部支持之下 要啟用臺灣動畫創作者基地 讓臺灣的動畫特效創作者 能有更好的軟硬體發揮量能 那這次進駐 除了說租金很優惠以外 我們也設計了完備的課程 以及非常好的軟硬體設備 臺灣動畫創作者基地提供設備空間 並結合國家資源 將有教育訓練法律諮詢 資金媒合 最重要的是串起產業鏈 彼此能夠互相加成 想進駐透過提案 徵選不管是獨立創作者 中小企業都有機會參加 希望能打造出一個新創產業聚集場所 讓臺灣的動畫特效能多元蓬勃發展 華氏新聞隨便黃昭聖 陳義偉 台北報導 哈囉我是葉明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氏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請訂閱華氏新聞 請訂閱華氏新聞 按讚開啟小鈴鐺 請訂閱華氏新聞 按讚開啟小鈴鐺